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纳塔2共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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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尼的突破材料 纳塔特产每分路线 收集贴心灵跑防米露 纳塔3共5个 纳塔2共11个 马拉尼的突破材料 纳塔特产每分路线 收集贴心灵跑防米露 好了,我们现在 在流圈就是三角这个传送宝典 传送宝典来 西北方向地的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走 我们前往河对岸 这边有三个 拿完这三个折来 西北方向地的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走 我们走到下一个水边 到水边之后 来北方反复上方 我们左前方水边 有四个 这边四个 拿完之后 来东方向一途右边 来我们走到下一个水边 我走到水边之后来东北方向 地图上角 来我们左前方水边有四个 好的,那这一批就拿完了 好了,我们现在容水 一批证一下传送锚 大概如果你没有这个传送锚 你去把这个火中群梦的故事做一下 这个是火中群梦的故事任务中解锁的 传送过来之后 不时勉强直走 然后在前方最下层的岩浆里面找水龙 找大底啊 小水龙是没法夺舍的 夺舍一只大水龙 夺舍之后来东方向地图 又叠要到前方远处 那个光圈 站在光圈里面了 朝北方向地图上方 我们来上层 上层之后 我们右前方这里又是一个光圈 在这个光圈上方 有一个幻血林 这边原地起跳 好的 然后跟着幻血林回家 到回家之后 这边出现一个石珠来注入元素 这边开门 开门之后走进美 然后到水边 到水边之后来长按Q变成人 然后北方向地图上的这边是三个 拿完这三个则来动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又是两个 好的 这一批就拿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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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